这是信心 那么我们再说回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当您因为您是第一波发现这样的这种异常 然后上报上级机关的 那么您在发现这些异常的时候 您发现的是什么情况 第一波来发现那个时候 我们那些病人也是很重的 高烧 呼吸困难很明显 都有呼吸衰竭 肺上的病变很重 一大片的双肺多发了 几乎快白费的人 就是有人稍微轻一点 就是不是那么多的摩玻璃影 这是病人的这些症状 但是您当时是怎么发现 华南海鲜市场有可能是一个源头 因为华南海鲜市场 出现在人们的这个视野范围内 是因为包括您在内的一些医生层层上报 所以大家才把锁定的目光 放在了这个华南海鲜市场 这是我们医生写病历 有病历系统 病历系统就里面必须要有病人的 性命 性别 年龄 职业 住职 工作单位 这些身份证号码 年轻人的电话号码 本人的年轻号码 这一系列的号码 填写出来的就发现了 这些人共同一点 都是在华南海鲜待遇过的 有的是商户 有的是那里打工的 做工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是华南海鲜有问题 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 现在您回头看看 当时的这种及时上报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其实上报起到作用就是说 我是29号上报的 应该还是1月1日 元月1号的凌晨就把市场给封掉了 因为这个元月1号跟今年的过年比较早 元月29号就过年 如果不早点封掉市场以后 那地方的人流量会很多 买东西的 采买节日的物品的 那超级多的人 不把它封掉 那不更吓人 所以说您作为一位一线的医生 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敏感 当这些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多了以后 您会想到这个病我要上报 因为作为一个医生 您怎么会把他的这个病人的所在地 和他的病给联系起来 我们医生 给我们的医生职业法案里面 就有上报这个不明原因的 或者是有传染病的 或者有传染病苗头的那些 跟现在常见病不一样的 有个专门的机制 必须要上报